你的家族裡面 就是包括你的婶婶啊 你的舅媽 你的阿姨啊 就是你不能夠名字跟他們同 哈囉大家好 不知道大家是被我就是改了三次名字 這件事實在太荒謬了 所以點進來 還是因為你最近想要改名啊 後來更了解姓名選 那我被改一次 我當然就會詢問說 欸那我的舊名字是怎麼了 新的名字又是為什麼要改 所以我大概從十幾歲的時候 就開始接收了大量的姓名學知識 那包括我自己也會去搜尋跟了解 想說可以拍影片跟大家分享 那如果你覺得這個主題是有趣的 也可以留言讓我知道 這樣就可以知道 這個話題是可以繼續做下去的 或者你有任何問題也可以留言 讓我幫你解答哦 因為其實姓名學分非常多的學派 那在今天這支影片 我可能沒有辦法跟大家完整的說明 那今天就會先介紹我的三個名字 那裡面有一些概念 就可能跟身上有關啊 或者是跟筆畫有關 大家也可以帶到自己的姓名上 去做自我檢測 好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介紹我的第一個名字囉 那我的第一個名字呢 叫做梁詠琦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但是他是某個時期非常有名的歌手 而且我媽啊 他怕我長大之後梁詠琦可能不紅了 我剛剛去找出來的梁詠琦的專輯 想說等到我長大之後呢 就還可以 跟我說一下 這其實是一個歌手的名字喔 我先來說明這個名字的由來 剛出生的時候就是 斜井的寶寶 那我是這樣 或者是這樣 那我現在對於我能夠這樣 就是 心存感恩 我爸他就分享說我可能每天是到復健 然後他就是帶我到醫院啊 就會看到每個寶寶都是這樣 看尿布廣告啊 或是奶粉廣告 寶寶都是很漂亮 那我爸剛第一次見到我的時候 他想說天啊 他女兒怎麼這麼醜 就是他有點被嚇到 然後他們就想說 還是呢 就叫他兩用其 想說他長大可能會比較漂亮一點 那中間呢 那個泳字 就是因為我媽他歷屆教的學生啊 如果有泳的 是很聰明 對 然後我自己也看過 就是非常好的字喔 如果放在姓名裡面 那第三個字呢 比較不一樣的是 我是三點水 因為我屬牛 然後因為他們當時有自己上網 就是看筆畫樹 所以幫我改成水字 也是想說牛可以喝水 所以我就有了 梁永祺 這個名字 那這個名字呢 對我造成什麼影響 就因為他的名字就叫Gigi 那我也被叫Gigi 那只要每次呢 叫到Gigi的時候 同學都會笑 因為小朋友就會聯想到Gigi啊 但大人呢 只要每次聽到梁永祺這個名字 他們就會異常的興奮 老師啊 可能走進來 然後就這樣把點名簿嘛 看的時候就會說 欸 你們幫我梁永祺喔 是誰? 站起來 一直被點名 對 就是我這個是一個非常常被點名到的名字 小時候 很常領獎啊 或是才藝表演員會被叫到名字 所以那時候是誇張到 連五六年級的那種學生 每次經過我旁邊就會說 欸 梁永祺 梁永祺 好像是看過我很熟 連校長 就是我這樣只是正常的 走在一張校園裡 然後校長就說 欸 梁永祺 什麼什麼什麼 根本不認識那些同學 然後他一直叫你 真的會有點害怕 然後或是選鼓掌啊 或是選什麼 家長會掌 家長會聚在一起投票 那他們可能就看到梁永祺 就覺得喔梁永祺欸 然後就會背投 因為不是說小朋友 就是在塑造人格的時期嘛 應該怎麼講 就大家不知道能不能體會 突然身邊的人都對 你 就是會去認你啊 或者是特別會被點到 我不知道欸 就是你會覺得 你好像是一個很特別的人 對 我覺得可能是在這樣子的 生長環境下 就是我小時候的時候 會覺得我好像是誰欸 但你完全不知道你是誰啊 因為你根本沒有做過梁永祺 做過的時候 都沒有出過專輯 就像你叫了一個成功人士的名字 然後大家一直叫你的時候 你就會想說 我是這個人嗎 的這種感覺 那其實我被叫梁永祺的時候 是完全沒有考慮說要改名的 第一次改名的時候 好像是家長間在流行 因為我跟我幾個同學都被改 然後還有的同學是躲在廁所 不想被媽媽找到 其實第一次改名的心情 頂真的是五味雜陳 因為你有一種 好像你要把你舊的 一些東西都抹滅掉的感覺 就像當時啊 你可能搜尋的時候 就是會跑出你自己很多 獲獎記錄啊 或是你註冊很多東西 然後包括那時候 就是可能Facebook 你就會想說 那如果同學長大的時候 要搜尋我 他們就會找不到我 就是一些很小的煩惱 然後可能像我的姓名貼啊 我的姓名印章啊 就是對小時候的我來說 這些都是非常大的東西 還記得我的第二個名字 對她印象就是 有點貴 其實我現在已經忘記價錢 可是那個可能對我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數目 是不是 八千塊 然後八個字 再送你兩個字 十個字 我會盡量去想出那些字 分別是哪些字 對 我印象裡就是 我媽最重義的 就是要把我叫做 梁瑩瑩 因為她就希望我可以 贏這個世界上所有的人 但是呢有個重點 你的家族裡面 就是包括你的婶婶啊 你的舅媽 你的阿姨啊 就是你不能夠名字 跟他們同 同姻 假如說像有的姊妹 姊姊叫梁瑩什麼 妹妹叫梁瑩什麼 那這種時候 由姓名學來說 他們會覺得 姊姊的運勢會比較好 因為這個字的能量 就會被第一個人都拿走了 所以他們的意思是說 如果有長輩 她的裡面就有這個字了 就可能像我的家族裡面 已經有人有贏這個字了 那我就不適合再取這個字 然後我還記得還有 3 3我自己也蠻喜歡的 很夢幻 然後叫3的同學好像都很漂亮 然後大人就覺得 3 3 3 8 8 都是那10個字裡面的字 然後還記得還有 嫌 嫌 我就覺得太老 然後真那時候 其實也沒有考慮 因為很多人的字尾都是真 我就覺得很無聊 然後我也有想過欠的話 大人又覺得很像欠 結果他們不喜歡 然後沒想到呢 如果連我的鋼琴老師都越懂 然後他就跟我說 那你第三個字呢 就是不要去 筆劃太少的 就是避免頭重腳輕 所以那時候才會 捨棄到欠 然後就看來看去 就只好選擇這個真 那我就跟大家 短暫的介紹一下 梁云真 這三個字 名字是怎麼去解釋的 那梁就不多說 因為是我的姓 那云呢 就可以看到它是草字頭 那對我鼠牛來說 他們就覺得 啊牛吃草 所以你們看到 我們這一屆的同學 很多人都是有草字頭的名字 本身我就已經很喜歡 雲這個字了 很像孫雲啊 我就覺得它超級漂亮 那他們就有一個 這樣子的形狀 他們的解釋就是 啊這個就是翹腳 會比較輕鬆過日子 那我們看到那個針 就可以看到它是水布嘛 那旁邊呢 就是有一個山 再一個人 他們就覺得 你會有三個貴人 就是一個祝福的感覺 其實就會覺得說 啊你好像怎樣解釋都會通 然後底下呢 是一個和 他們就覺得 倒和 就是牛呢 也可以就是有東西吃 會覺得是富貴啊 滿足的感覺 好假如說 我現在解釋這個名字 你不是就覺得 欸很好啊 你剛剛的寓意整個都是 非常的完美耶 但這個名字 到底又出了什麼問題 那我們可以看到梁雲針的讀音 梁雲針嘛 就是全部都是二聲 這邊我可以分類一下 不像梁雄琦的勇 就是三聲 那如果你的名字完全都是輕聲 大家也可以去查 對 就像你的名字比較輕聲的話 你就可能也會逆來順手 做事情啊 就會被別人帶著 就比較沒有自己的主見 對 這個是我後來也有在電視節目上看到 有老師在講解 他是說 假如說你第三名字是 二聲是最好的 因為就是可以運勢上揚 例如我之前梁雄琦 大家也可以看自己喜歡的名人的名字 是不是第三個字也是上揚 那他是說 有上揚的話呢 也是比較容易成功達成目標的 你第二個字 最好是 就是比較重音 比較可以勇敢表達意見的人 但也不要完全都是 重聲 或是完全都是輕聲 這樣子不好的 輕有重 就是你這個人呢 可以輕也可以重 可以靜也可以動 後來 我媽在鑽眼深一點 開始理解了名字也有所謂的五行 也有所謂的筆劃 然後他就發現 喔 梁雲琛的話呢 就是比較容易鑽扭腳尖 然後可能一些事情 我會把它想的很細啊 把它想的很深 就出不來 我一陣子就 都 不太快樂 那老師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改一個名字 你就不會再這麼鑽扭腳尖 會讓你快樂 就當時其實快樂這兩個字 就我來說 是一個我很想擁有的東西 然後就在猶豫到底還要不要改名 因為就覺得 這麼迷信啊 真的好嗎 而且名字應該也不是真的這麼重要吧 就是被這個快樂有一點打動 然後梁永琦跟梁雲琛的話 我其實還是比較喜歡詠琪 因為 雲琛這個讀音非常常見 像你看從之前梁永琦轉變到梁雲琛 我當梁永琦的時候 一直放一些注意力在我身上 然後等到梁永琛的時候 我會覺得 啊這個也叫雲琛 那個也叫雲琛 那我叫雲琛也根本就沒有什麼 所以我對雲琛本來就還好 那時候才會想說 那也許可以來改名字 好那來到第三個名字的時候 我的心情是這樣子的 就是我已經開始理解到說 名字有好就會有壞 我也查過 就是把自己的名字加到100分 你也不一定能夠去享福 你就可能會命薄 那舊的名字你已經告訴我 雲琛她的不好的地方 那新的名字不好的地方在哪裡 你必須要告訴我 我要去全紅碼 我必須要知道說 喔那我新的這個不好 我能不能承受 還是你未來有一天又會跟我說 欸這個不好太不好了啦 你真的又要再改第四個名字 對就是我其實還可以再改一個名字喔 台灣的上限呢是可以有四次 那我新的名字呢就叫做梁尹玄 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像我第二個字 它在韓國就是也是一個很大的姓氏嘛 如果你的名字裡面是有姓的話 這對你來說是會更好的 對因為姓呢 它會成為一個姓是一定有它的原因 所以假如說你的爸爸姓什麼 媽媽姓什麼 他們希望你兩個姓都擁有 這對你來說是非常好的事 那我第三個字呢是二生 就是上揚的 那尹呢的寓意已經不錯了 那玄的寓意呢 就是美玉 那我媽她就 她很愛去研究姓名的胖瘦 對 胖瘦的意思是什麼 真的是展現在你的身材上面 像她之前啊 就一直跟我保證說 欸你叫這個梁尹玄一定會變漂亮 那有沒有漂亮我是不知道 不知道是心理作用還是怎麼樣 我就真的有比較瘦 就大家如果有關注我影片也看得出來 她有特別說過一些胖的名字 她就像說我之前的真 就是可能筆畫很複雜的 像比較重音的 像她自己的意 這些字她會特別說你可以去觀察 有這些字的人都很胖 但是我不知道她能不能算是一個統計學 那兩隱旋不好的地方會在哪裡 假如說你的名字是三個字是兩個字 那你可以去查她的五行 分別代表什麼 五行就會合起來又是不同的 要看她們能不能相生 還是她們相克 然後或是有的人她可能三個字都是火 那她脾氣一定很差很難相處 類似這樣子的 那名字她的五行配置啊 就是ok的 但她的缺點在哪裡 就是我很想要知道那個缺點嘛 如果大家已經看過一些姓名學 應該知道筆畫有代表什麼 我可以跟大家大概說一下 就是你的姓 對再加一就會是天格 好那這個數字 你可以去查她代表的是好還是不好的 那我們接下來看到第二個字 就是一加二就會是人格 第二個字加第三個字代表地格 那除此之外呢 第一個加第三個就代表外格 然後全部加起來就代表總格 所以你分別會有天格、人格、地格、外格 跟總格都可以看 像我自己改完 我就趕快就隨便找這種八字算命網 看了就會有點恐慌 因為我就可能看得分 欸怎麼那麼低 去詢問的時候 就是這種八字網 它畢竟是電腦算出來的 就像有些算命師會說 如果你去算命 對方是用電腦印一張紙給你 那你就算了 因為那是電腦算的 人的好處是什麼 可能是看的是流傳下來的古書 或是他有一個師傅 他的知識量會跟網路上又是不相同的 我忘記說 我這次改姓名啊 它是免費的 然後我等一下會 特別再提一個重要的事情跟大家分享 我的總格是27話 那27話呢 它很好或很壞 就是我可能要好好的發展 才不會變成壞的 但是呢 我的天格 人格 地格外格都是 極好的 那他們可能就會帶領我的總格到一個好的 反正我第三次取 我不是說我第二個名字很貴嗎 但我第三個名字呢 它甚至是免錢的 但我自己 我有在幫忙抽牌嘛 然後抽牌的時候 你一定要請對方 就算你們在手 他可能都要給我幾塊錢的銅板 你從哪裡獲得 就需要有所付出 那金錢的那樣是比較好轉移的 我這次去改這個名字啊 要直交 就是我要問 有沒有哪一個神 他會願意接受我要改名這些事 然後他可以幫我擔保 白話一點的意思就是說 你的陽間 所有東西要改名 那你的陰間呢 也是同樣的 有需要送繩啊 然後你的名字也要被改掉 也要被紀錄 那這個東西呢 我也是一直查查查 然後就有在 維藤的一個鬼故事裡面 有看到類似的 就是他也是說 其實陰跟陽 都是要一起改名的 所以有些人 為什麼他 建築我們這個世界 他已經改名了 但為什麼他跑得那麼慢 他覺得他的運沒有轉 那可能是因為他 並沒有去通知陰姐的祖先 他甚至不會招你改名的 他也很難 把他的福氣啊 然後拿去保佑你 所以為什麼是說我們改名 除了跟祖先講 你其實也要去禀報 這部分可能就是跟個人的信仰 比較有關係了 不過我是剛好就看到那個故事的分享 然後再套用到自己這次 第三次改名的這個步驟 我可能也會聽到一些故事啊 原本就是可能有癌症啊 醫生已經說不行了 那後來改名就好了 然後或者是說原本身上 已經剩下非常少的錢 那時候老師就說 你要不要試試看改名字 就好像改名是一種先單 到時候會蠻抗拒的 想說煩欸 可以不要再跟我講 因為一開始我不要再跟我講 其實我是覺得很煩 就是覺得說 你都已經改我一次 你又要改我第二次 我是大概是從2022的3月改的 然後現在已經到9月了嘛 那到底在我身上有沒有效果呢 其實我覺得是有的 相信的力量是很大的 跟你的信念也有關係 包括要重新改名啊 你可能會有一個儀式感 覺得啊 我是有一種重新開始的感覺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最近早上會做的事情 那這個是我在確診的時候 買的書 它裡面就是這樣 它就跟你說49天後一定會很幸運 然後就是它可能會有每天 假如是第32天 然後寫日期 然後這邊是寫 你可以許一個願望 然後每天臨摹這些字 你後來實現可以寫在這一區 我其實已經寫了滿滿的一本了 這個 這一本是我已經寫完的 就這個東西對我來說 我也覺得還不錯 然後相信一些事情會發生 相信一些願望會實現 那對你來說一定是好的 就可能你也不一定需要改名 因為改名畢竟有一點麻煩嘛 那其實你只要去相信自己啊 然後正面的思考 相信很多事情都會越來越好 你要相信事情一定有變好的可能 我們回到我這個影片是想跟大家聊一下姓名學嗎 也許大家會覺得很荒謬啊 或是覺得有點不可思議 是 但是我還是想要跟大家先小小分享 我這個影片有提到的概念 然後我們做一個整理 加上大家也可以稍微自我檢測一下 那第一個呢 提到的就是 不要跟你的家族的比你大的人 哪怕是你姐 你哥 你表姐 你表哥 你不要跟他們有重複的字 就讀音 不要一樣 比你小的呢 會比較隨 你可能不用改 是小的他們要去改 接下來第二個概念呢 一二三四聲 就是希望大家的名字呢 都是有比較分配到 像量影弦 有影 有三四聲 比較重音 不要量雲聲 就太輕了 我現在意外蹦出幾個好朋友啊 他們可能只有輕聲的 那沒錯我們就是都比較 嗯 比較會被帶來帶去 比較沒有自己的組件 其實稍稍跟大家說 可以去查一下自己姓名 每個字代表的五行 跟我剛剛教大家的 我可能 我到時候應該會做一張圖 會比較清楚 就是可以去查一下 是不是好的筆畫 那歡迎大家可以再跟我分享 或是有任何問題 都可以詢問我 就這個經歷蠻有趣的 所以跟大家分享 然後也教大家一些 我從這些改名字裡面 得到的觀念 但當然更詳細的東西 我想說先不要那麼深的 也很難 集在一部影片告訴大家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呢 真的歡迎留言 可以跟我說 我就可以繼續 持續的做這個